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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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舉個例說 這個地方假設你進來Google的網頁 你幹嘛 沒有 玩電腦 我是覺得真的是很浪費 浪費你的生命 睡覺的 你剛剛在睡覺 睡覺的 你可能要做的題目是什麼 你馬上就三下專題製作 可能題目是什麼 精進節 可能題目是什麼 你們幾個 比較沒有的 每一次都遲到 然後第二節又遲到 然後來了以後 不知道想到哪裡去的 跟什麼有關 跟動機有關 Motivation 動機 假設動機 你上去抓上去 我用Scholar的網頁一上去動機 你看 這有多少 跟專題製作 關聯性的 你看喔 油氣區 油氣動機 與油氣韌之間的關係 不是一個動機的問題嗎 動機目標設定 行動控制 學習策略的關係 也是動機的 然後呢 運動動機 氣候自覺能力等等 都是動機的關係 學習的動機 運動動機 你看喔 這裡面總共多少 你可以看到最底下 不知道多少頁 很多 這都叫做文獻 這都叫文獻 可能有四五十頁的文獻 你都可以找 假設你們是專題製作 五個人六個人一組 如果說 你的主題 研究主題 是三個關鍵字 上禮拜我們要談關鍵字 記得嗎 關鍵字假設是三個關鍵字 那關鍵字三個 你每一個同學 假設 針對三個關鍵字 去做十篇文章的搜尋 你六個同學 六三十八 就一百八十篇了 對不對 那你每一個人 只有找十篇而已 其實加起來一百八十篇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跟你想要找專題的 相關的內容出來了 這樣懂嗎 我的課不是只有講理論 是跟你講實物 你在馬上三年級下學級面臨的 我都已經一步一步告訴你了 所以希望好好的在這個 這個階段好好學 對專題才是 專題喔 是你們最重要的科目 可是呢 以往到現在 很多同學最混的也是專題 我們有共識囉 我們幾個老師都有共識囉 系主任會下令喔 專題如果不用心不參與的 真的當調 讓你言必 最後呢 當調以後自己做自己的 一個人要完成一篇 好 到這裡呢 我做上複習跟加上一些觀念 接下來 要用課本的方式跟同學們說明 幾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什麼呢 研究設計的提型 第二個概念告訴同學說 研究方法的類型 在課本的51頁 現在已經到51頁了喔 前面如果我沒談的 如果你看的過程中 你發現說有一些你看不懂 你可以提出來 我可以在課本上跟你講 其他的是要你看的 而不是我在那邊唸書 我在那邊唸一字一字給你 沒有用的喔 好 接下來我要用黑板了喔 我要用黑板來跟同學們提 課本的51頁看一下 研究的類型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剛剛講文獻跟研究的過程 研究的設計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51頁所謂的研究的提型 應該是說專題製作 它的提型 這裡面的提型的類型 應該是說類型 研究設計的類型 研究設計的類型 跟我上一節寫在黑板上 其實蠻接近的 記不記得上一節 我在黑板上畫一個階梯往上爬的 它的類型 記不記得 第一個是叫什麼 描述解釋對不對 第二個 記不記得 驗證 第三個呢 預測 第四個 理論發展 對不對 其實你看喔 這本書寫的 第一個叫做探索性研究設計 探索性的研究設計 跟我等一下談的其實是很接近的 跟剛剛所談的一樣 什麼叫探索 Explorer 探索 探索就是 我不清楚 我沒有做過 我可以去慢慢去了解它 探索呢 可以用舊的題目 過去的一些議題做探索 可以用新的題目做探索 人家沒做的我也可以探索 過去人家做過我也可以探索 探索的意思是 我沒有先去設定我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包括意義內行 我沒有辦法先設定 我從頭開始收集很多資料 沒有預設立場 我開始慢慢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以後 我就開始 鑽到某一個題目上面去 解決某一個問題 假設今天我們的不良率多少 不良率千分之三 我覺得太高了 我應該定待萬分之二 萬分之二是我的不良率的一個目標 好 我要開始說 我可能自己去探索 不良率造成的原因 有哪一些 我就開始一直討論一直討論一直弄出來 討論 可以出來 或者說 我去找那個工作的場所的人 直接問他 你在工作的過程中 你有發現哪一些 常常會覺得會遺忘掉漏掉 造成 回頭再去看 去補一些工作程序的有沒有 這種你可以用什麼 面談 你也可以怎麼樣 觀察 你也可以去做文獻的探討 查一些文獻 等等 很多種方法去做探索性的一個設計 自從方法你也了解了 我可以用觀察 我可以用訪問 我可以用叫做討論 討論又分很多種 專家的討論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focus group 叫做焦點 焦點討論 很多種 方法很多 不管哪一種 它都鎖定在所謂的探索 一直累積 也可以用叫做滾雪球 譬如說叫做滾雪球 滾字 這個滾應該怎麼寫比較好呢 滾這個滾 滾雪球不是越滾越大嗎 雪球越滾越大 意思就是說 我從一個小問題開始 一直問一直問 越問越多越問多 然後變成很大的資料都有了 然後再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再分析 這叫探索式的 解決過去或者 過去曾經有人做過的 或者你根本沒有去 人家沒有做過 但是目前你就去探索 其實探索它還是在什麼地方 解釋而已 它還是在描述而已 解釋跟描述在這個地方位置 這個部分請各位看一下第52頁 然後呢52頁還有一個提到說 在52頁裡面有一個叫做次級資料 這裡我要做一個解釋 什麼叫次級資料 二手資料 次級就是二手 我請問一下 你們的什麼叫二手資料 你們知不知道 假設說 我問一下 假設說你去看 鄉公所 鄭公所 有一些人口統計的資料 這是一手還是二手 贊成一手的舉手 一手是 完全最新的資料 叫一手資料 經過整理 經過人家的手 叫做二手 三手 四手 對不對 那如果鄉公所給你的 那個統計資料是 一手資料還是二手資料 是一手資料還是二手資料 是一手資料還是二手資料 贊成一手的舉手 贊成二手資料的舉手 二手的比較多 好來 再問一個 假設說今天為了研究我 為了知道我的個性 那我已經過世了 我已經離開了 然後呢 我有寫日記的習慣 我有寫日記的習慣 我的日記簿呢 現在十本 十本 每一年一本這樣十本 過去呢是零零碎碎的 我高中寫過一年多 後來就沒再寫了 大學呢 寫了也是差不多一學習 就沒再寫了 後來有一陣子 就一直接下來 忙著生活 忙著結婚 生小孩工作 都沒有再寫了 然後過了一陣子 我到了德國 我寫了差不多兩三個月 後來又沒寫了 十年前 一個機會 我開始寫 我一寫了 寫到現在 還是天天寫日記 那日記 等我過去 人家覺得說 我要研究他的過去 我就可以 用日記當作一個資料 那日記是一手還是二手 贊成二手的舉手 贊成一手的舉手 好 那這樣觀念 大家同學觀念都蠻清楚的 你直接收集到的資料 而且是那個人給你的資料 那是一手資料 包括什麼 包括你去觀察 像現在我觀察 一手資料是什麼 我在上課的時候 哪一些同學做什麼做什麼 我把它記錄起來 那是一手資料 這就是一手資料 裡面有初缺勤 缺課 然後遲到 早退 有這個講話的 睡覺的 都有記錄在上面 這一手資料 二手資料是 假設 他對這個班級的過程很有興趣 他把我這個資料 拿來做統計 然後又把另外一個老師 統計以後 他把統計的結果 列了一個表 公布出來 那個資料我要應用他 他就二手資料了 知道嗎 二手資料 在我們的專題製作裡面 或者研究裡面 沒有所謂的三手 反正都是二手 盡量不要用三手資料 三手資料 就已經都是不好了 你覺得這二手資料 是最好的資料 這個是課本上裡面 第52頁裡面跟你們講 什麼叫做次級資料 的意思就在這裡 教育部啦 經濟部啦 都有很多公布的統計資料 通通是叫做二手資料 鄉鎮公所的有日誌 這也是叫做二手資料 是經過他們的書寫出來的結果 好 接下來第二個描述研究設計 描述的 也是在我第一個部分所談的 它叫做描述的 描述性的研究設計 其實跟探索性 有一點接近 探索性通常會比較 過去的比較沒有在 沒有在執行 沒有在人家比較不注意的部分 或者我只是 開始一直在發展出一個題目出來 一直找它的問題出來 這叫做探索性 描述性這裡面呢 關心的就是你要去解釋它 你要去把呈現 事實呈現出來 這是描述性 然後相關性的研究 相關性的研究 什麼相關性的研究 譬如說 甲班跟乙班 它在某一個科目裡面 它有沒有關聯性 同一個老師上課同一個科目 結果成績 結果蠻平均的 它有沒有相關 如果蠻平均表示 是學生的程度 老師教學方法都能適應 得到結果差不多 如果說 甲班跟乙班 同一個老師 同一個老師 結果咧 甲班跟乙班的成果 同樣教學方法 成果不一樣 那可能是什麼 你得到相關達到選注差異 甲班跟乙班 成績有很大的差別 甲班可能好一點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要了解說 是學生的問題 還是 氣氛的問題 還是 老師在那個 不同時段上課的問題 等等 這叫做相關性的一個研究設計 或者說 假設 某一個廠家 某一個產品 它用紅利點數的方式行銷 另外一個產品 它可能用這個 贈品的方式來行銷 那這兩個有沒有關聯性 銷售的成績跟方法有沒有關聯性 這就是相關性的研究 這樣懂吧 再來接下來呢 相關性研究通常會設計一些工具 然後把它做統計來分析 再來是發展性的 發展性的研究 發展性的研究呢 譬如說 這裡的發展性比較偏向 所謂的 縱向的發展 我本來要找一篇 找一個那個影片給你們看 那影片大概十幾分鐘 如果有時間我下次找那個影片給你看 那個影片是從大概是你們的 可能會是你們如果有哥哥姐姐 在大約是八十八年 應該是八十四年八十三年 念高中的人 他那時候有一個叫自學方案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自學方案 可能你沒聽過 辦了很多年 他那個自學方案意思說 你不用考試啦 國中不考試 直接你假如有願意念 就可以念到高中高職的 自學方案 八十四八十五年就有這個方案 每一個學校至少有三個班 是自學方案 然後他打散在各班裡面 也就是說一個班大概有五個學生是自學方案 然後呢 十年後 十年後 九十五九十六年的時候 有一部影片 那一部影片呢 是真正是追蹤的 也就是說那十年前參加這個方案的人 他去訪問他 訪問他 你過去在學的時候 你學習的狀況 跟現在工作是怎麼樣 把他的工作場所 他同意的工作場所都把它照出來 他們現在工作狀況 他的滿意度情形做出來 那個是十年以後 才去找出縱向的一個發展 八十四年 九十五年 他的結果 這叫做什麼 發展性的研究 發展性的研究 當然我們可以用統計的 我可以用觀察的 用各種方法 這叫縱向的研究 或者說 像我們台灣有很多縱向研究 什麼研究呢 學童的健康 縱向研究 學童 他的飲食 跟他青年 壯年的健康狀況的一個曲線 他就是一個縱向的研究 他叫做發展性的研究 或者說 假設你們之前 你們是念那個 叫做什麼 什麼數學啊 你們念 建構式數學嗎 你們是不是念建構式數學 不是 建構式數學之前 我們用的方法 跟建構式數學不一樣 那你們數學能力會有差別嗎 你們也是被久久懲罰 但是建構式數學 不見得被久久懲罰 那如果說你不同的教學方法 你教數學 三年 五年 三十年以後 數學能力的變化 這個都叫做發展性啊 公司 公司如果說是屬於一個 公司如果是屬於 所謂的家族企業 家族企業從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如果延續下去看他家族事業跟他 整個公司的發展的差異性 這就是發展性的研究 長期的這種叫做發展性的研究 最後呢叫做因果性 因果的研究很重要 可是呢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來 為什麼呢 因果的最難的地方在於解釋 解釋非常不容易 今天那個剛剛那個女同學 會去弄前面那個男同學 一直在影響她 她的原因是什麼 我不能猜啊 只有她比較清楚啊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動啊 那如果我自己這樣拆 跟她實際上會有落差 因果是非常不容易 我講因果 結果我講出來的是 你們在底下認為說 根本都不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我不能看出 我只能看她的動作 不知道她的心裡在想什麼 或者說今天 整個業績盪下來了 到現在有同學 從頭到尾睡到現在 她睡覺從頭到尾睡到現在 我要猜她是昨天太累呢 上班打工 或者是什麼原因 我不能猜啊 可是如果顯現出來說 睡覺的有五個 表示什麼意思 我要去猜她的原因 非常不容易 所以因果是最難的 今天公司的 紅利點數的策略結果 整個行銷上來了 很短時間看出來 那我覺得說 她的因果關係很容易 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行銷策略改變 得到結果 但是如果說這公司從以 像現在 像現在呢 前天吧 前天的新聞報道 郭台銘 在大陸有95萬的員工 95萬人喔 他五年內 要削減25萬到30萬 意思就是說 他剩下 65萬人 五年內要剩下65萬人 他從開始到現在 你要去分析說 為什麼會削減這麼多 他有很多因素 因果之間的關係 非常不容易去抓 很容易就不對了 所以最難就是因果 所以我在前面談到說 四個階段 一個是描述 另外一個是驗證 這裡面也可以驗證 發展也可以驗證 再來是預測 最後呢 就是理論 假設這些都能夠 在你掌握中 你可以發展出一個 企業裡面的一些 管理的理論出來 這種概念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在過程中 跟同學們提說 研究設計的整個 架構的一個問題 架構的類型 然後我們下禮拜呢 我們會再跟同學們提說 在這過程中 方法有它的類型 我先稍微提一下 譬如說 發展性 發展性不容易 要很長的時間 我要有統計數據 我要有觀察 可能我變成說 針對一個人的發展 我除了他的過程中的 一些統計數據之外 我可能還要什麼 談得好高興喔 我可能還要什麼呢 除了說 我這個統計數據 一個人十年的統計數據發展 之外 我可能還要觀察 我要了解說 他這數據呈現的時候 他過程如何 我可以透過他的表現了解 我要拆他們的過程 看 觀察 這是直性的 這叫做直性的 它不是數量 它沒有辦法用數量表達的 它看內心世界的東西 它沒有辦法用數量表達 那有一些東西可以用數量 像成績 年齡 或者說過程中的一些收穫成果 一天可以有多少個產品 這叫做量的 直化的研究 量化的研究 或者說像剛剛講發展 我又看同樣看它的數量 也看它的直性的東西 這叫做雙軌並行 直量化共同的研究 這下禮拜我還會再做一個說明 好 那我今天上的部分到這裡 結束了 謝謝 Turner 謝謝 啊 好 好 謝謝 請 謝謝